之前我和大家做過一些小腿和腹部的運動 不過如果想令上半身身體穩定的話 我一樣有辦法 接下來我就會示範一些可以專門針對上半身的練習 很容易做的 快點跟著一起做吧 首先拍實張椅子在牆邊 然後雙手再握實張椅子 屁股就要離開張椅子 將它伸出少少離曲 然後身體一落 記住手肘和手臂下去的時候要呈90度 上回去 再落 上去 再落 還30秒 做完之後我們休息10秒 就轉做另一套動作了 找兩件重量相約的物件 例如是兩支水 坐出少少 腰板挺直 雙手舉上 落回來 記住坐出些給足夠的空間雙手移動 再舉上 落回來 做30秒 做完之後 好 我們休息10秒 就轉做另一套動作了 首先找一件寵物 例如是手袋或背包 最理想的就是手袋 兩隻手可以抽住手臂 然後就伸直雙手舉起它 放下的時候就要落下 盡量是手臂不要動 只是舉起前臂 舉起 再落 重複這個動作30秒 以上這三個動作都不難做 如果大家肯抽時間練的話 是一定會有成果的 但如果都覺得不夠的話 那就可以重複做多幾組 或者再加入之前的腹部 和小腿的運動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日常健康的資訊 記得收看最新一輯的 你健康嗎?